嗨,大家好,我是圆圆姐 在前几节课当中呢,我主要跟大家讲的是怎么做职业规划 怎么考虑行业,公司,你自己的优势等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求职实战部分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怎么样做简历 简历有多重要就不用说了吧 简历就是你工作的敲门砖 大多时候在求职过程当中是不可能直接见到HR或者是你这个面试的负责人的 他们看的你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简历 简历OK才有下一步,简历不OK就没有下一步了 那每天每个HR都会收到大量的简历 有人统计过HR停留在一份简历上的时间大概只有三秒钟 如果在这三秒钟当中你没有打动他 你没有让他在简历上看到他想要的条件 那么你的简历就会被丢到垃圾箱 换句话说,你再厉害也不行 你简历也不行,所以你没有面试的机会啊,对吧 那什么类型的简历才能够一下子抓到HR的眼睛呢 没有那么多花里呼哨的技术 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是 HR他在筛选简历的时候到底想干什么 他想知道两点,对吗 第一,就是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第二,就是为什么你适合我们这个岗位 首先看你,然后再看你跟岗位的匹配度 这是他在看简历的时候的两个重点 所以说你在简历的撰写当中 一定要干嘛,重点突出 然后把你想要突出的你那些优点 你那些亮点,然后写明白 并且让他一眼看到 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让你的简历 跟岗位的要求高度匹配 怎么样才能够高度匹配呢 在写简历之前,你要对你找的工作 做这个招聘要求的拆解 在找工作的时候 如果是想针对同一类型的岗位 可以通过这个招聘网站 或者是各大公司的网上 将这个岗位的要求找出来 比较一下共同点 假使我们现在想在北京 找一个教育行业的运营岗 那么在裂聘,在智联,在boss上 都可以通过关键字进行搜索 我们找一份比较典型的 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帮大家把这个关键的信息提出来了 大家来看一下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公司对这个岗位的要求 包括本科学历 三年社区运营经验 逻辑能力 数字敏感度 沟通能力 以及社区资源 其实每一份工作 对一个求职者的要求 大概可以分为这几个部分 首先学历年龄 这些基本要求 其次专业知识跟行业经验 第三可牵移的能力 第四性格要求 这几个部分 拆解完招聘要求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简历应该怎么写 先大概看一下简历的基本结构 是这样的 主要包括标题 个人基本信息 工作经历跟个人技能 按照简历的格式 我们来看一看 一份高分简历应该怎么写 首先标题 很多人的标题 都是某某某简历 对吧 其实这几个字 在HR眼中的意义不是很大 它只是知道了你的名字 作为最显眼的一个部分 应该给到HR更多信息的 让它判断 你是不是符合这个岗位 所以简历的标题应该是姓名 性别 面试 职位 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个人基本信息 包括年龄 性别 学历专业 联系方式 还有照片 这些主要是把自己的基础情况写清楚 对于专业对口的同学呢 要把专业写上 如果专业不对口的话 但是选修过对口的第二专业跟课程 也写上 关于这个部分 有几个点要讲 第一就是照片放不放 放什么类型的 一般情况下都要放 放照片有个好处 就是你的这份简历人格化了 就没有照片的话 它没有办法想象你这个人 当HR拿到一个简历 发现上面有照片 它就会缩近跟你的距离 会觉得你比较亲切 没有照片的话 心理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这个照片千万不能乱放 我一直说 为什么一定要去跟大家开这个求知营 因为我在看简历的时候 就是好多人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 他们的简历的那个照片 都是不合格的 他们会发个自拍呀 发个艺术照啊 发一个那种自己的生活照啊 其实这些都不太专业 就会让你感觉到 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 特别特别正规的 这种大学毕业的感觉 其实一般情况下 就是写简历的时候 在这个大学里面 会有一些学长学姐 给你传授经验 他们就会告诉你 这要放这个正床照片 但是好多学校可能 很多学生 他没有去了解求知相关的一些知识 他就会在这放一个 特别特别不正式的照片 这个是非常非常减分的 在这放正庄照 是最保险的方式 比如说这种 再强调一遍 不要过度美颜 不要放生活照 旅行照 不正式 给HR的观感不好 这是照片这个问题 第二呢 就是学习成绩写不写 对于应届生 如果你成绩特别好 一定要写 很加分 会让人觉得 你在做事的时候很认真 你对待自己的学业不马虎 如果你成绩很低的话 就不要写了 写的时候呢 如果分数不高 但是排名靠前 那就把排名带上 已经有工作经验的 就可以不写了 那个时候的HR 主要就是看你的工作经验了 所以咱们说嘛 作为一个应届生 你的第一份工作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接下来的工作 都会以你前面的工作 作为参考标准 然后你前一份工作的经验 就是你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那个HR问的重点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 要不要写分数的问题 第三呢 就是 集贯民族政治面貌啥的 要不要写 一般不需要 除非你是党员 而且应聘的是国企 就可以把这个政治面貌写上 其他的信息 HR一般情况下不在乎 除非有个别地域歧视的 他会重点看一下 你是不是某个省市的 是的话 他可能就把你排除了 第四呢 就是奖项写不写 厉害的就写 比如说什么商业竞赛第一名啊 如果是一些小奖 什么小组内啊 做作业最快之类的 举不出来例子 但有些奖实在太小了 就不要写了 然后显得好像没有见过大奖似的 对于大奖呢 要写的时候突出关键的点 比如说全国姓啊 全省啊 或者是在多少支队伍当中夺冠啊 等等那些能够凸显出你能力的 能够凸显出你努力的点 一定要写上 这就是个人信息的部分哈 再往下呢 写完了个人信息 就是要写这个工作经历 跟项目介绍了 好多人在写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啊 不考虑重点 也不考虑HR的需求 在这就要回到咱们前面做的那个岗位剖析 对于这个部分呢 你要体现的是行业经验 专业能力 跟你那些可迁移的技能 所以对于那些跟岗位要求不相干的工作经历 实际上是可以删掉的 我之前在面试的时候就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就是好多人呢 他写很多工作经历 但实际上其中有一份跟我们是比较匹配的 但是我会感觉他好像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又没有那么专业一样 但是对于那种工作经验更少的可能只有一两份工作 但是这一两份工作跟我们的职位要求比较匹配的这种简历 会让我觉得好像更专业 这就是HR的一种错觉 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些不太重要的 然后跟你这个工作岗位又不太相关的工作经历 其实是可以适当删除的 咱们先来看这个 大家看几秒钟 这一份简历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时间上应该怎么样 从近到远 按照这个顺序来写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HR看了这段文字之后 对你的能力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 他只是知道你做过什么 他不知道你做到了什么 你这些就是工作描述 只是对这个岗位的职能的描述 而不是对你工作经验的描述 大家能理解这两者的区别吗 就是我做一个HR 我招这个新媒体运营的这个职位 我当然知道这个职位的 他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的职能是什么了 我没有必要在你的简历上再看你描述一遍 什么负责软文撰写 负责渠道的扩展跟维护等等 就这个可能是这个岗位的职责 所以光写这些还不够 你要写什么呢 你要写的是你负责了什么内容 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以及把他们做到了什么程度 对于这个HR而言 他最关心的就是你做出的成果是什么 这个做出的成果可以去证明你的工作能力怎么样 其实他最关心的是你的工作能力 所以你应该以结果为导向来描述你的工作成果 比如说咱们上面这个例子 如果你想突出你的写稿能力 多少个月内写了多少篇文章 投放在多少个公号当中 其中阅读量超过10万加的是多少 带来了多少万的流量 转化率高大多少多少 社区运营能力你可以写说 我同时管理多少多少个微信群 对吧 每个群的人数多少 然后在里面都做了什么运营动作 然后用户的活跃度多少等等 就这些才是HR他想看到的 而且如果你能够这样写简历的话 就HR看到你的简历 他会觉得特别出色 他会觉得很亮眼 很符合他的要求 他对你的能力一目了然 大家可能注意到 这些描述的关键词都是数字 数字化在写简历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通过数字去展示你的劳动成果 会让人觉得更可信 也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很理性 很客观 这就是数字的魔力 哪怕你做的工作不是特别重要的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业绩指标 或者只是一份实习经历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呈现 比如说这三段工作经历 做过客服实习 每天接多少个电话 完成了多少个表格核对 发现多少处优化细节 那公司节省了多少元的支出等等 这个就是属于数据化的过程 还有下面的大堂经理的实习 累计服务了多少次 还有快销品行业的实习 实现了多少产品 在大学生群体当中的曝光量等等 都非常有说服力 这是我们通过一个反面的简历 帮大家强调的几个问题 还有几个其他的问题要注意 就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经历 应该怎么写 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我是应届生 我没有从业经验 我不知道这块应该怎么写 没做过项目嘛 其实在学校里的社团经历 也可以用这样的思路来进行 不过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突出的是你的技能跟潜力 大概按照负责工作的内容 工作过程当中提升了的技能 从社团经历当中学到的 其他的什么东西 以及有没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可以按照这个结构去写 比如说有个小朋友 参加过自行车协会 好像听上去跟天天骑着车 出去玩似的对吧 他可以怎么写呢 在什么期间 负责的是这个社团的宣传工作 然后运营过多少个平台 每周要出的内容是什么 要干的活是什么 文案的阅读量是多少 能够熟练运用的办公软件 是什么等等 如果这样描述的话 虽然是一个社团工作 那这个HR也会比较感兴趣的 又或者你可以这么写 对吧 负责招新工作 招新了多少人 对吧 然后策划的晚会 参加人数是多少等等 这些都可以表明 你是有统筹能力的 以及这个应对突发情况的 处事能力 所以其实哪怕你没有 很相关的行业经验 跟专业知识 你也可以从自己以往的 个人经历当中去发掘 包括社团 商业竞赛 正月活动 游学经历 还有一些打工的经历等等 这是我们说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经历 应该怎么写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在写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于夸大 哪怕你没有很出色的精力 然后呢 你认真写 也能够把你的这个三分 写成五分 但是你不能说 我三分写成十分 适当的包装 可以过度夸大 是不行的 比如说你只做了 其中的一个部分的工作 你说自己负责了整个项目 然后你销售业绩 本来排名就是 倒数第二 你说你是冠军 就太不合适了 这个算是简历造假 这个HR是会做背景调查的 如果在这个环节被查出来 你撒谎了 那这个工作你就丢了 还会影响到你找其他的工作 因为你不诚实的消息 很有可能传到其他公司的HR耳中 所以大家在做简历的时候 不要过分夸大 有的时候呢 其实HR他已经灭了太多太多人了 他简单的问几句 他就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夸张 被问出来也挺尴尬的 所以不要夸大 还有再往下呢 就是工作时长太短的要不要写 你知道有些人频繁的跳槽 工作简历上就出现很多短期的工作 如果少于半年的话 我的建议是不要写 因为大量的短期的工作经验 会给HR造成一种印象 就是你这个人没有定性 然后招到你到公司 可能你很快就走了 他就白招了嘛 他就没法留下 对于HR来说 他工作有个考评标准 就是他招到了多少合适的同事留在公司 他是有招人压力的 所以他看错你 他是有成本的 那他一看 哎呀 你这个简历上 没一直都在频繁的跳槽 他就会觉得算了 就是我不见得也能留住你 所以说你可能就会没有面试机会嘛 工作时长太短的 不要写啊 写完工作经历跟项目经历之后 就到了个人技能的部分 个人技能的部分 可以突出就自己基本的办公能力跟语言能力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尽量去用那些量化的指标来写 不要说我的这个一个sell能力良好 我的这个英语能力优秀 这种词汇太模糊了 我看完之后我就知道就是你水平一般 其实可以稍微美化一下 比如说英语能力良好 就不如写说英语六级得分 610来的直观 能够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word 就不如改成说 能够熟练使用90%以上的word功能 我之前看过一个简历 写的也挺有意思的 他说他比80%到90%的人 更擅长使用这个办公软件word什么的 然后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会这么评价自己呢 他就给我讲说word当中有几个功能 而这几个功能是别人 就是一般不会注意不会用的 他讲完之后我是觉得好像这小孩 就是挺认真的 好像就是有点技术挂的感觉 就会给人印象很良好 所以呢大家尽量减少模糊的描述 然后尽量的把你的这个技能都量化出来 这是我们的个人技能的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的内容 很多人会写到简历上 就是个人评价 个人评价要不要写 怎么写 其实这个部分有点鸡肋 我一般看个人评价 他们都是写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套话 我这个人很积极 很开朗 善于融入团队 什么什么善于协作 然后交流能力好 沟通能力好 什么耐性好 就是其实这个部分呢 属于那种 如果你写不出特色就很鸡肋 它反而占了你的这个简历的空间 它属于无效信息 有的时候呢 还会给人造成一种自夸 自吹自雷的感觉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自我评价 是不是很雷 是不是让你感觉到很窒息 所以自我评价这个东西呢 简单写几个跟你的这个要求职的岗位比较匹配的就可以了 写那么一到三个 别捏造 最好是有例子支持 比如说我说我这个人比较耐心 后面有个例子 那我曾经辅导过一百个小孩 就是中考 对吧 我把他们的成绩辅导得很好等等 最好是这样的 如果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问到你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准备好的例子拿出来 讲到这儿呢 这个简历的结构跟内容就差不多了 但是这还不够好 因为除了内容之外 你还要保证你的简历在视觉上能够抓住 HR的这个注意力 给大家看几个反例 看这个 再看这个 抛开内容不说啊 这两个简历它最典型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排版有问题 哎呦 我见太多这样的简历了 我看到这样的简历我就发愁 我就觉得这个小孩真的是 没有就是在求职上用过心 也不知道求职的时候 一个专业的简历是什么样子的 还是那句话 我就怀疑他受到的教育的正规性 你排版有问题 结构凌乱 没有重点 那别人看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 人眼的视线一般是集中在一张纸 纸张的三分之一处 第一份的简历在这儿放着的是教育经历 第二份简历放的是实习经历 但实际上他们简历当中 最让HR感兴趣的不是这两部分 而是工作经历 所以我看到这两份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他们没有工作经历吗 扫了两眼才发现在下面 如果找你的简历的重点 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 那么很有可能你的简历就被pass掉了 或者是看完了之后对你印象不好 而且这两份简历的结构 就是把各种信息编成块 之后往上面一扔就完了 完全看不出他想突出的重点是什么 还有一种就是更糟糕的简历 是这个表格是简历 这个简历你知道一般就证明什么吗 证明这个人他真的很土 这是只有那种特别特别土的人 才会使用这种简历 一看就是那种从网上带下来的表格 然后照着这个表格去填 这个特别挑战HR的审美 我看到这样的简历我都发愁 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做呢 看到这样的简历呢 我一般就直接pass掉了 我会觉得这个人做简历很敷衍 咱们来看一下正确的排版是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的 这个同学呢 把他最有价值的内容 实习放在了纸张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处 这个HR一下就能够找到他的实习经历 而且呢按照时间从近到远的方法进行了排序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排版的问题哈 另外呢在写简历的时候 还有几个点要注意 第一尽量把字数控在一页以内 不是尽量 几乎就是必须控在一页以内 除非你是那种工作经历比较多 就是你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 就没办法 你只好就是多写一页 一般应届生 他就应该把简历控制在一页 第二呢就是美观 你可以按照这个格式去调一下 页边距上下左右两厘米 字符间距加快0.5磅 行距固定值22磅 第三不要出现错别字 如果大家觉得格式特别麻烦的话呢 也可以用下面这几个工具去做简历 超级简历 拉钩的在线模板跟桥布简历 简历写完之后呢 就可以准备投递了 投递的时候 你可以写一封简短的求职信 求职信呢要量身定做 其实最好的是 你的简历也是量身定做的 你给每一份你要求职的工作 去匹配和这个工作的要求 然后所以一些重点的 你求职的企业 就可以去重点的 针对性的去做一个简历 当然你没有精力做那么多 也没有关系 就一般情况下 只要是同一个岗位 你的简历都是适配的 咱说回这个求职信啊 这个求职信的格式大概是这样的 邮件标题姓名应聘的岗位 如果说你毕业的学校比较好 同时你又是应届生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学历写在上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模板 大家照着这个去写就可以了 这个模板长这样 求职信当中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附件用PDF 因为Word它的什么版本不一样呀 它容易在电脑上面就是显示的时候出格式错误 所以附件要用PDF 第二呢就是检查邮箱的名称 有的同学习惯用QQ邮箱来发邮件 但经常忘了改邮箱的名称 然后就会发出去这样的邮件 午夜七凉发来邮件 对吧 爽飞天发来邮件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发来邮件 这个就太不专业了 所以说发邮件的时候 记得在邮箱设置的地方改一下发件人的名字 以上就是关于简历 我们要跟大家提醒的内容 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第一 HR喜欢的高分简历是跟岗位匹配度高 重点突出排版美观 第二 在投简历的时候呢 可以附上求职信 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不会有人不知道简历的投递渠道吧 包括各大求职网站 校招企业的官网 跟内推和猎头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